好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好 这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晚安 阿弥陀 我们这次是 它有几个 我们要讲这个课有几个缘起 但其实它第一个最直接的缘起是 因为我们要解下了 要解下 我们解下都有解下自治 解下自治 就是等于是一种 一种自我的醒过 反省 当然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自治方法 但在这之前 就想说假如有机会 我们也利用一个水灿 来 等于是加强了这个功能 所谓解下安居 也需要利用这样的一个因缘 让我们有机会修一个法门 所以这个比较不像一般 当然很多办法会也有它的作用 目的 但我们这个目的其实主要是针对 最根源的目的是针对我们解下自治 让大家有机会 利用这样的法会的一个因缘 能忏悔 所以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精神 那再过来就是 既然要办 我就有一种想法 我不需要它是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法会仪式 那完了以后就完了 所以就在我们今天刚报到 明年开始 那我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 讲一下到底修缠 它的精神原理跟它的方法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强的目的 我想大家最近如果有听我在讲课 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味道 就是我比较现实 如果没用就不要做 做了就要有用 那尤其是修缠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门 为什么 就像我们这次要送的这个 《纸贝三位水缠》 这里面有文 就是说谁没有过世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音言要把大家对水缠的一个认知 把修缠 这个法门的方法意义弄清楚 那就在这个时代 我们在修行 不管出家在家 这种染污阴言越来越重 我要强调就是 当我们实际 除非你昧以事实 或是你不了解佛法 我们 以我们现在在看待自己的修行 其实都非常惭愧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就像我们过去常讲的就是 如果你能了解 这些轮回的业力 你自己的执着力量 再相对于我们现在的修行 你就知道 其实难免有点自欺其人 所以这也就是我常讲课会问大家 就是说 我们修学那么多 那么久 那么多年 那么久了 法门也 什么都 很多人修过 但我要的是 大家很实质地去问自己 你能不能很具体地说出 你修学佛法 它的感应在哪里 这是我常在反问的 因为我们避免自我陶醉 避免了我们的自我陶醉 我们的无知愚痴 而言误就意 而言误就意 所以我也经常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你的功夫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因为它牵扯到非常细微的 我们其实里面功过很多 善恶烦恼 善罚 烦恼也都有 但这要论到很细 我们先不要一下要求那么多 我们就把我们的功夫 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 很浅的烦恼 你就知道其实很不容易 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堪 很不堪就是用了几年下来 竟然我们的烦恼是这么样的 就是我们的层级很低的 我们轻易就被一些非常浅薄的烦恼给动摇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必须要蒙心自问 尤其是我们出家修道 因为你已经选择了 所以有时候我在深深感受到 就是说假如我们没有一丝一丝的德 那尤其那个德建立在哪里 一种很务实亲近的自觉 它必须建立在这个点上 或者的话我们很多修行 真的是我觉得 不管是佛教 其实很多宗教也都慢慢走到夜后头 有点失去它原来的精神 所以往往让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 他们在嘲笑有宗教信仰 为什么一门派的作为 并不一定比没宗教信仰的更清高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所以我们自己包括我们不断修学 我们都不容易去察觉 到底佛法在我们身上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难道我们就这样修 然后就不断的堵住 然后就期待它到最后冥冥中的加持 是不是 这种堵住也太可怕了 因为一点保障都没有 所以假如我们的整个学习 不是很清楚 我们的无知 我们种种外在的诱因 本身的烦恼 加上整个大环境的认知 就是对佛法的认知其实脱离得很远 包括我们有时候看到 因为有时候总会 我们很少跟外面有多所接触 就是纯粹教学 但总是我就会听到 有时候很遗憾 包括昨天我也跟一群学生 在网络跟他们问答 我总是有一种心情 就是 难道我们会看到佛门有时候学了很久 到最后那个知见是很离谱的 那个知见很离谱 但你竟然不断在影响大家 这个罪过很大的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我们就正确吗 我们就正确吗 假如我们不好好学 以为听一听 然后自己以为就是了 你知道这 我常看到有时候果报很可怕 我们以为懂 那如果我们是默默无闻也就罢 因为影响不多 现在是你一旦出迷 又是靠网络 你一讲出去错 你就收不回来 但你如果坐在这里 不断在接受人家的父慈供养 而你竟然不能回馈以亲近的佛法 你知道那个罪过会多大 那我们现在讲说 那谁有把握 我们现在修了就对 那你说 那还好我没出家 错了 其实在怎么样 我经常讲说 当你有众多烦恼 但你在很多烦恼当中 你还有一个坚持 这个出家的最低的底线 这一份意念 这一份意义 这一份身份 讲修 表示众多烦恼的打击 你还维持着最后的信仰 光这一点 只因为你有处理心 还有那一点根源的处理心还在 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这个 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都有机会去行持这样的畅慧 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烦恼 我们可能不大清楚我们日积月累每天在照做的 因为我们现在认知低了 我们不知道那个什么叫生死业 因为我有了解因果关系 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笼统地讲的因果关系 是更深沉的 为什么我们会起这样的颠倒 照做轮回的 更深沉去了解它原理的时候 你才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经常有很多的什么 业力照做 你唯有看到这一点 你才能去看慈悲三昧水善里面 所要你颤的 因为我们的观察 所以这个后头我们讲 当我们不容易看到这一点 我们每个人忏的结果不一样 因为我不认识这叫过失 所以有时候很有意思的 当我的认知不是很亲近的时候 我同时在忏同时在犯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忏的 那个罪的原理 你只认知外在的果报 你很怕果报 但即便你怕果报 都不一定认知到 活法果报里面谈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对世间的 所有这些好的东西的执着 我们这样的一个执着 其实造成另外一个业力 滋润我们的遗失 增长我们的业力 而这就是你最后很讨厌的 老病死的源头 就像我们讲元气法的时候 你很爱你这个名色 六路处受 但偏偏它就是老病死的所依 这个你最爱的身体 其实就是老病死就靠它了 你很不喜欢老病死 但你却不断守护未来的 你就守护这个身体 而让它有这样的烦恼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当我们处在一个有机会学佛 但却慢慢离开他的精神的时候 却在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经常会有机会造业 而却没有出罪的机会 有机会接触到佛法 却没机会如实出罪 等于讲说 我觉得在我现在讲的就是 我有机会接触到佛法 我有听闻佛法 但我不一定真的掌握到 所以我在佛门当中 所获得的功德很有限 可能反而造的过失不少 而日日夜夜不断的累积 入宝山空手而回 不但空手那也就罢 你不要带一些黑的回来就好了 那这个我们总要面对 当然我现在讲的 当然我刚才讲说 这是我们针对出家人的 这个解下案居后 但我常讲就是说 出家人至少还有一些法 因为他有出家法 不管他怎么样 他还在忽视着 所以我常讲就是说 如果就修行 本身你发自内心自己想修 出家人要比在家人用功 因为你发心处理 但如果就解不解脱的现实 有没有得到三宝的付词来讲 其实在家应该比出家更用功 因为你在家 所以可能出家人辛辛苦苦勉强 他至少起码起跳是四五十 那我们在家可能起跳是十或二十 因为你自由不是吗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德胜 所以出家人受这个束缚 其实他本身就是在成就他的道业 那在家当然不用他的束缚 但相对来他来自于 这样法的付词也弱 因为你选择家 这是我常讲的 可是道理最道理 我们不管出家在家 面对这样的一个 假如不能掌握到真实的法 其实无关于出家在家 你烦恼还是烦恼 你的贪生吃依然是贪生吃 虽然有法但不如实相应 虽然有法却没能力除罪 所以我在讲说 我们现在可能每个人都无法一口气 就能远离过去习性业力的迁残 所以我们在修行还不得力的时候 恐怕我们的造罪是不会停的 你只要仔细想 你的造罪是不会停的 所以其实修缠本身也是融合了其他 在我看修缠本身就是融合了一切佛法 只是展现为修缠 这透过修缠其实可以通达一切佛法 当然这要看你自己对修缠本身的认知有多深 有的人只能借着修缠除一点表层的罪 但有的人修缠他能除很根源的罪 他可以 但我们现在本身大概知道说 修缠可以除罪过 那为什么 为什么修缠可以除罪过 我们不一定很清楚 这个修缠为什么能除罪过 所以我也一直希望说 当我们免不了 就像我们在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很污秽 到处都病菌 你想要靠这个环境没有病菌 那是不可能 那要靠什么 免疫力 那除了免疫力之外 还要怎么样 懂得排毒 懂得排毒 是不是 你要远离 但你也要懂得把它排除 所以我们这个是 我们修道的人如何适当地保持绝造 除自己 无法违避的造罪 就像说我们经常在外面外食 有些人 当然我不是鼓励 我只是举例 有的人就说用断食法 有的人用什么法 就是说常年在外面的饮食 或是怎么样 总是要一段时间 希望身体透过某一种方式的进化 让有一些残留在身上的毒 给排除 是不是像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一套 因为这个我刚才有谈到一个 我后面还会继续讲 就是你必须有一套的技巧 能不让你的罪业一直累积 你能透过一个方法 能不断地自我警觉 是不是 要有这个方法 让你能处 用你这个方法 能提醒你应该从哪个点上去自觉 修缠 每个人都要 所以我们试着利用这一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说 当然我们是每个人 每次都要集合 做这样的一个法会 不可能 不可能我们这样做的 但自己本身 是不是具足有一种 修缠的那个要灵 能让自己 实时因为修缠的这样的一个要灵 这个方法 让你能警觉 你有哪些过失 如何除罪 这里面意义其实很深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利用这几天的这样的一个讲述 配合我们白天的修缠 其实我们不是有 理缠 四缠 这个在本身心地观经里面 都有提到 四缠 理缠 这个我们后头会讲 但我们现在比较偏重的是四缠 但理没有 理没有我们就很不容易前进 那我们有时候讲说 哎呀 这个吴森燦 不一定要一下谈到那么高 不一定要一下谈那么高 但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会不会提到 当我们要除罪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 很大的方法在于我们认识罪 在认识罪 像我们在 最近有一次刚好讨论到 我们有时候做三十信念 对不对 那三十信念是不是里面有很多开示 那我们现在做三十信念 是不是照念 是照念 我看当然我这样讲有点武断 但很多人念的自己都不大清楚 下面听的还能懂 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他能懂 不然你自己看看 三十信念 我第一次 我这一生做两次 都是法师往生 所以我去 我第一次看 因为我在我做会比较留意 我就看一下 我说这样不容易 它里面有很深的法的意义在里头 所以后来我每一个 每一个开示 我都用我自己的话了 所以一场下来 大概要讲十几个开示 从头到尾 所以我在讲 我们现在很多是重行事 但那一份传达不见了 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开始做 慈悲三分水餐 我们就这样一起拜 那最多的感应叫运动 因为缺少运动这样办 加多少身体会好一点 终于感应了 为什么 因为平常少运动 经过这么一半身体好了 除此之外 很好一样 我们不希望我们到最后走的是这个 那问题是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罪有心起 将心颤 心肉 往死罪欲 对不对 就是罪是由心而 罪有心起 将心颤 那我应该颤 其实这个法门 是不是我们经常讲叫 无声颤 不是 所有颤都走这里的 所有颤都一定会到 这个同一个原理 罪有心起 将心颤 心若 往死罪欲 有没有彻底往 我们不要去要求那么多 但你一定要懂得罪 你懂得观察 所以很多人忏必须要认识罪很清楚 那个后面我们起个头而已 待会后面我们有机会都会再谈 我们今天用务实一点 你让我家 倾家荡产 然后你修很多慈悲三昧水餐 我会原谅你 你算了 你不用 你就还我钱就好了 你不用餐那么多 你把我揍得扁扁了 然后你就自己躲着修慈悲三昧水餐 我到见到你 我还要这样揍你 那为什么悟大公是可以 几世高深 该碰的还是碰我 他为什么可以 那你认为我照着念就可以 不是 你应该再写一本 慈悲三昧水餐就可以 你写一样的 你看他是多少的智慧 形成了这个真诚的忏悲 这里面含着多少智慧在里头 那你就照念了 有没有功德 有 但不要草衰 我们不要修学佛法 修到最后 越来越不实在 所以我经常讲说 要忏悔 比如说我们要忏悔 素食的冤亲在主 我们里面会有忏什么 我们的牲口一叶 我们曾经有杀 你想一下 你不要这样随便念过 你如果真要忏自己 砍一下就比较好忏了 那么痛 就才割一下而已 何况你夺人命 当你能 我只是先举例 当你知道你造的罪 所产生的伤害 由自内心 对自己 升级 急重 惭愧心 这个加钱有点用 为什么 你试罪 认识罪 你认识罪 才能把你的执着 我这边 你照念过 那我们只要拿现实 你把人家欺负到最后 那到人家面前 往习所 照诸二叶 那唱完一拜 这样你原谅了 我妈 谁原谅你啊 你不要弄到 这样自欺欺人 所以我们很多人 就一直用修忏忏忏 还有很多可以谨责的 避免我们在不断修学当中 其实让你 有时候我们今天讲一个实在 我今天讲有点 语气比较重 你今天要不如实忏 让我看的 我如果是受害者 你这样忏 我会觉得恶心 你信不信 为什么 你不如实 你做这个 你欺负人 你这样弄一弄 就要原谅 你知道你给我多大的苦吗 是不是 还有你知道 这里面 除了你造罪 伤己众生 跟你形成了 自身的修道的种种障碍 这你不能不认识 那唯有你对佛法 生死轮回的这些 看得也清楚 你才知道 你身心的障碍多少 而且现在还不断继续造 你能不时时保持绝躁修缠吗 你说那我慈悲三分 不是 那么也不一定 随时都在观 随时都是在警觉 我后面有谈的 我们三十七道平 有一个跟修缠 直接关联的 是哪一个 施政群 以身善令生长 为身善令生 以身恶令断 为身恶令不生 是不是道平 请问什么叫道平 你连 我不是之前有讲一个演讲 就是那个对施政群的修持 你连善恶都无知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精进 你的善恶要站在什么样的标准 你的标准不清楚 你怎么施政群精进 你总不能在修道平 准备解脱行菩萨道 你那个善恶标准 是用世间人的善恶 你这个是无知 这个精进不叫正精进 这就是顺世间善法的精进 不一定顺向道平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假如 透过一个因言 点出一个法则 起个开头 让大家说 我修这个颤 应该掌握几个法则 你信不信 也就是说 我如果找到适当的排毒的药 可以减掉你未来 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病 是不是就作用出来了 你掌握到一个方法 应该时时懂得怎么样 忏悔 怎么样 以生恶令断 未生恶令不生 你看慈悲三昧水善 完了以后 他经常愿意这个忏悔 得怎么样功德 是不是 让以生善令断断 未生善令断 是不是都这样 其实整个法则 有没有离开三十七道云 没有 但就还是配合 但我们很少这样谈 我们很少这样谈 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法门 有点夜走 走到只是一个纯粹的法会 有没有功德 有 但要得多少功德 有时候我们唱完 好像也很诚恳在唱 但有时候有的情不足 所以唱完有没有感应 不一定知道 你知道唱好 我们现在讲修颤的感应 大家会怎么谈 我们一般如果大家有在学 修颤的感应是什么 痛哭流涕 对不对 这个大家 这表示 所以有的人就硬逼 不用啦 你不用那么辛苦 你自然 不用勉强 你不用逼着这些感情 你只要认识罪 你只要认识罪 你必须 很诚恳的认识罪 同时知道佛法功德 这要两个 同时知道 除罪功德 同时知道罪的过失 所以我们乐意 很清楚地去看 看这个罪 去除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那一份心 自然流露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断在 忏的时候 我们只是一种感动 但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亲近 我还是用现实的一个比较 因为这个后面 我都还会再谈 但因为起头 要让大家知道 因为明天就要开始了 假如我得罪你 我真的知道 伤害你很深 我以为我没那么大的过失 但我慢慢了解 我对你的伤害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如何说 我跟你道歉 道歉完 那会不会再做 不会 我们会不会 能马上做到这样 不容易 但我们就是这样学 因为我们不一定 马上看清楚 至少 一个人如果在忏的时候 越忏越清楚 他从自己 他忏的这种自觉 他会远离过失的 他会起重作用 所以 感不感应 有没有看到光 没有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哭 没有 有没有到全身出血 也没有 但以后就知道 那怎么感应 我深知过失 不是勉强不再造 由之内心厌恶 我是以用走 我们拿最现实的 你从很多的因缘 从他的自害 自误误人 从伤害各方面 看到 我越认识越清楚 我越不会再造 因为你认识清楚 我们一般来讲 大概从很多的果报 我们不再造 是因为畏惧 那如果你越了解他 你就会怎么样 不相造 你由之内心 觉悟他不再造 就相对来讲 这是一种羞颤 而隐身的智慧 而远离这个过失 这叫感应 是不是这样 好 那这一次有一个特殊因缘 这个因缘是 我们有几位法师 来带应我们大家唱 你们大家知道 我翻白很差 但我们这次有几位法师来 这次这种因缘不容易具足 那这个因缘 其实来自于是我 我生病那段时间 大家快速的集合 在金刚寺 那一次的法会 很多人叹未曾有 我那个 有参加人就 因为他是一个很快速 大家集合 我们很多同门师兄弟 他们发心 希望把我拉回来 从鬼门关拉回来 所以大家很用心 后来很多人跟我讲说 他们未曾有参加过 类似这样的法会 那种用心之极致 很感动人 后来我不知道 我就还在养病的时候 我也听 我也听 那时候 就是上卷没有入完全 上卷的下半段 开始中卷下卷 其实那时候 我还不大能 我就试着在室内里面走 因为那时候 随便走就很喘 我就边走边听 其实我那时候也很感动 那时候有一种止不住的 也感念大家对我的护士 那一份庄严 真的是让我也一直止不住的 一直掉眼泪 边运动 非常感动 那所以说 也希望这个机会 就是说这次的法会 请很多 他们原来的这些法师 他们很纯熟 也都是有带着这一份 很亲近的心 来带领大家 所以这样的因缘 其实也不多 那一格 隔两年半以上 那之前我是躺着的 那这一次是我参与的 这个有时候就像 这个时候人很难意料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 我不是上次第一次 跟大宗那个在 法会的时候不是讲吗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不认为可以活 在我的认知里面 可是我怎么又跑回来 然后看着那种 报文法会的时候 贴很多牌 我那时候在思想 我其实应该是贴在上面 不是坐在上面 我应该是贴在上面 那两年多过后以后 我参加 再一次参加 慈悲三美水餐 那一人批的法师 他们来带 其实这里面 对我也有很大的意义 生死无常 是不是 有这个因缘 帮助我们对佛法体会更多 但也希望应用这个因缘 对大家有所启发 我们用我们的业障来启发大家 让大家也了解一下 从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道理 就像我们最近也在讨论 那个未曾有因缘经 这一部经让我们体会到很深很深的东西 它就像故事 但这个故事里面是野甘说法 野甘是谁 野甘是世尊的权生 野甘那时候 野甘还没堕入出生道的时候的事物是谁 是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是世尊的老师 不过后来世尊成佛 那时候的天地是谁 设立佛 那倒霉的是野甘 结果后来野甘成佛了 天地也不错 阿罗汉 这里面故事里面摊到很多东西 你可以看到 这主要的修缠关键在哪里 野甘他修行百年行十善 是一个通达佛法通道外道的 是一个会场通达 然后他师父鼓励他 就是弥勒菩萨的前生 鼓励他应该要利益众生 他很穷 后来被选 人家选为说你要来当国王 他本来也不要 因为他师父叫他 应该弘法利益众生 结果为了报私恩 他当国王 百年行持十善 利益很多人 可是后来被利用 杀数千万人 被人利用女人迷惑 从此荒惠国阵 然后封不调 封不调 封不顺 整个国家即将败坏 你看他修善也 他很有智慧 然后也修了很多善 也造了很多业 所以他一时 掉到哪里 你看 他第一 恶鬼 出生 而他怎么脱离的 正因为 他是有修波的 智慧 所以他也知道他的过失 当然我现在没办法一一谈这个 这里面这一部经 说出了既有烦恼又有智慧 有功德也有过失的一个综合题 而这种整个关键 他能快速到第一 直接就跳恶鬼 从恶鬼里面快速就能生出生 然后最后绝食 升天 后来成火 来自于哪里 对法的知觉 所以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人的除罪在哪里 其实关键在智慧 关键在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 变成进入这样的 我们并没有真正升起的那一份 跟我们照做轮回的这个主要的原因 并没有加以对峙 所以我们的功德不大 所以功德不大 那我们现在就是 在这一点上 从 你看那个 我也常讲的叫杰比罗 杰比罗他 他后来到最后 一下子 他也是绝食 因为他入骂修行人 骂人家猪狗 然后后来多出生道 后来出生道完要到地狱 那见到火 他很痛苦 想象一下 是一个很多头的鱼 那种处在这样的情境里面 就像那个野竿 天地们问他说你吃什么 他说 很脏 就是都是野兽那种尸体 他要供养他不要 他说够他 就是大家以为他智慧那么高 应该是如何如何境界 可能是变的 他说不是 我真的是夜报神 他说他们天人以为说 你会说那么多法 那你怎么会这样 你是不是视线 他说不是 我真的是夜报神 你受用什么 我受用是很不堪的 所以处在那种 出生道当中 的那一份恐怖 那一份不安 他说真的 所以他不是视线 他说这就是夜报 所以天人一度惊讶 说那么有智慧的 依然说出生报 但为什么他能快速处理 也因为他的智慧 该有的过失有过失 该有的功德有功德 那我们是不是 如果就像绝比 后来他为什么能快速 处理出生道 从此本来要到地 就没去 为什么我们讲说夜报 不能转 对不对 能转 只因为佛为他说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好无我 涅槃其境 就因为这样 他不再堕地一道 就出 他就绝死 不知了 要这样走 从此就脱离了 因为他觉悟了 你看他这里面 他的觉悟源头在哪里 其实我们现在谈的 这些法门也都如此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我们这次 三天的修缠里面 我们多点一点 智慧在里头 启发了那一份 除罪的感应功能 而且你知道 当你能多一点 深刻的认识 那个除罪的功能有多大 因为我们不了解 所以我们又同时相信 忏悔能除罪 其实有时候又偏偏 有的人在修缠的时候 又编 我的罪能除吗 是不是有的人这样 就同时在修缠里面 认为可以除罪 但就一直在拜的时候 他又不敢确定 我到底能不能除 他找不到一个标准 因为他看不到那个源头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就知道说 当我不断用这样的方式 在不断进步修缠的时候 我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 他必然感应 他必然得以亲近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可能在我的心情就是 也许这一次的因缘 可以减轻你很多的罪过 你应该善加珍惜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你这一份的用心 一时的因缘 让你脱离了很多的恶宝 如果你深知佛法的感应的原理的时候 你能如法修学 我们这次的修缠 希望它是功不当全 让每个有缘的在这次的参与当中 绝对不是一个很表层的基点 功德 除点罪 而让你因为这样的因缘 消除你很多的宗罪 甚至学到这个方法 等于多了一个实时防护自己 让自己亲近的一个法门 是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故事 只要是悟打国师的例子 果报不会失 但果报能除除在哪里 从悟打国师的这一身 你看 他是不是亲近 实际很亲近 但亲近到最后 他之所以报应现前是怎么样 他过去杀了的罪 就在等他 就是他一份的贪着虚荣 这么一个烦恼 可以把宿式的业给抓回来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更清楚 什么叫慈戒亲近 对不对 我们你看悟打国师 几次亲近慈戒 就这么一个烦恼 那我们这种烦恼不常有 那怎么没感应 因为你那个燕青寨主排队在争 就一直争还没结论 所以还没现前 我开玩笑了 阴眼味道 他就这么一点过失 你讲合理吗 那如果以我们 第一个我们别那么亲近 加上我们的烦恼要比他多 那我们要报是不是随时 所以问题在哪里 我们这里面意识到 其实哪时候果报现前 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公平的 我们以我们过去造 跟今生所造 即便你处在佛门 你未必如法相应 就像悟打国师 这么一点过失 问题一点过失 让人家有机可乘 你看我们讲说 我被打败的是什么 到现在我还不认识他 但小到我不认识他 他就让我整个垮下来 就这么小小的病毒 可以让我一感染就毁掉 只要因缘居住 那你过去多少罪业 不知道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时时不断地防护 不是恐怖 其实我们现在有的人 一直在说 快无常了怎么办 然后就快无常了怎么办 然后就说 我病很危险的吃药 结果就一直拿药 我赶快看医生 要不吃 就瞎紧张 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以这个误打国师 因为这是慈悲三昧水灿 我们从他的例子 从他的例子看到 其实我们果报要现前 是很真实的 随时都有可能 再过来 以误打国师 他这样的一个亲近 只因为一个烦恼起来 你说这样 我刚才讲说 这样不公平 不是 因为这样的烦恼 我们今天讲说 外面的报应 其实只是一个真伤源 今天会报应的 主要感应者是什么 你内在的烦恼未亲近 其实你应该这样想 我们现在经常在 做很多修行 想要远离这些报应 其实真正的报应的主题 在哪里 在你的巴士 其实是你感应来的 你自己造作 有这个因缘 外在只是一个真上缘 最主要能感应的是 你不但这个过失 背后还有其他的因缘 才形成这个果报的现前 那我讲这句话 不是要威胁 其实是承认轮回的可怕而已 那所以成为 知道轮回的可怕之后 我们是不是用恐怖心 不是 其实是让我们的修行 更加务实 更加务实 所以我们的修行 不是一味的感性上的逃避 恐惧 而是正式面对 你透过这样的修行 能看到什么 我更加诚恳地看到我的烦恼 懂吗 其实修禅是实时现前的 我要讲的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 我的修行不能只以表层而已 我必须很真诚地不断观察 我内在的那一份烦恼 因为那个烦恼 可能会结成其他的烦恼 让我以前所造的业 可以借此因缘而得以现前 我常讲就是 我过去杀生 我也知道杀生会有果报 但我现在知道 假如我现在杀生 我也知道杀生会报应 我杀了 当然我知道会报应 我不希望他报应 对不对 我杀也杀了 但我不希望杀生的报应出来 但为什么后来会报应 所以我们讲元气法的时候 你虽然不喜欢这个果报 那果报会怎么跑出来 难道你不喜欢它不会出来 不是的 你虽然不喜欢那个果报 但你的作为是顺应这个果报 你杀了生以后 怕被判选被抓 但你内在的那份执着业力 终究成熟还是报 所以你光只是逃避说 我过去杀生 今生我不要报 这种恐怖是一点用都没用 为什么 你的种种挂爱 种种执着 会让你过去杀生的报 因言成熟还是报 那我们报多少 你去怕没用 你应该去认识 而去自觉 去觉悟它 所以我们很乐意随时 在观察我们的烦恼 从出道戏 时时忏悔 就是什么 以生恶另断 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是很务实的 而不是一种表层上的一种修行 你看表层上的修行 我们说表层也不全然表层 因为他毕竟已经修到那么清净 只是一点虚荣 然后一起来就倒 该报的都报 差点要他的命 可是该报的也报 为什么 他曾经供养的也报 供不堂圈 恶的善的都供不堂圈 其实在这个经典 类似这种例子 事实上我们的修行 存在的善恶夹杂 好坏果报都夹杂 那就是我们在这种现实当中 不断怎么样 去恶修善 你不能去期待 你内心里面存善 你也不能说我存恶 其实你是一个善恶夹杂 你在这种勉勉强强 众恶当中 还有的善一直带头 或者你不会来 你的主体还是以善为主的 但你没有很十足把握 你经常还是被烦恼克服的 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修行现实 我们来修善的 我们来学这个忏悔法门 从这当中忏悔法门当中 不断学习智慧 一种很真诚的对自我的 生气烦恼夜报 去看清楚而去处罪 换句话来说 修善本身就是一种觉悟之行 它的本质意义在这里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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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